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跨越时空的阻隔 记录时代的脚步 在每一次靠近中 看见未来 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百闻不如一谈 百闻不如一谈 你心目当中的仆存心是什么样的呢 他是影视作品里的鲁迅 红衣法师 是英雄无悔的刑警高天 他是话剧舞台上的哈姆雷特 麦克白 大将军寇琉兰 他也是李白 林泽徐 常四野 白家轩 岳王勾剑 他塑造了很多话剧舞台上的 经典人物 他父子两代传承话剧艺术 都曾经扮演过经典角色 他当过知青 喜欢骑马 他也担任过北京仁义的副院长 承担过管理工作 那么退休之后 他仍然活跃在话剧舞台 今天的他在想些什么呢 不如我们先去剧院看一看 你这一年能看几部话剧 我应该是看了剧场 看了剧场 看人意看的 第二部吧 话剧和影视剧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话剧舞台上那个张力 看话剧非常过瘾啊 我觉得特别考验一个演员的现场的 临统的发挥 包括台词啊 还有这种感情的张力 它是从头到尾 影视剧它是一段一段的 你的情绪 就跟着他的那个情绪在走 其实疫情期间 他们有这个规定 上作率呢 上作率呢 百分之五十 有时候是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呢 我听说就是即便是这样 长场都是榜作 您最喜欢的画剧演员是谁 我觉得呢 有点高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画剧 会不会越来越小众画 然后会消失 我觉得不会 那不会的 在不关系舞台上 性体感会很强 画剧小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凡事精品多小众 您知道这个画剧 吴王晶和岳王剑的导演是谁 蓝天爷老师 你好 吃饭了吗 一会儿吃 之前看过福曾斤老师演的其他画剧 福哥哥演的那个李白 大早林兆涵的进入大师 然后主演也是福曾斤福哥 画剧这种本身这种艺术形式 在现在这种时代 我们说已经是这种多媒体的时代 就是它这种创作方式和表现方式 您觉得它还有继续生存的这个 一月来月之前呢 为什么 你都不见面了 我们见面多珍贵 面对面的艺术玩意更有价值了 对对对 我网络恋爱恋了半天 我胡同或者那什么公园见个面 那个刹那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全都是在屏幕上 在电脑前 在看不见真的 全都在耍 用技术完成 全都是声光电 但是人的生命喘气呢 真的假的 你得在它的毛子里头去判断一下 是我们舞台艺术 越来越有价值 我已经开始办上了 现在一年能演几步啊 话剧 一样 现在比原来的量小一点了 退休了 但是这个事儿还真的越来越多 这个《无王经》《月王经》 这次要演多少时间 我们演八场 演续演八 十二 像您这化妆的时间一般 还要什么 四十四十 还要摸一下台词吗 台词也差不多了 有点准了 勾剑 你还记得王国的耻辱吗 勾剑 不敢挖 我规定他们 不许在大王面前抬头 为什么 难道我是暴君 大王是贤明的大王 再不然 我就是面目整理 大王 您的威仪高贵而和尚 这就令人不解了 他要演的是这个《无王经》 和《月王剑》 然后呢 您演的是《勾剑》 但是我记得六年前的时候 您演的是范李 对吧 为什么 是你自己提出来要演《勾剑》 还是蓝天爷老师说 这个年龄问题 你只能演《勾剑》了 我其实那个时候 一边演着范李 我就盯着这个角色 我就想 我会怎么样 这是以 其一 其二呢 还是 我这个十多年来 我有一个自己的计划 就是学 人意老演员的戏 一定要那个年龄 才能去理解这个人物吗 好的演员不是应该 从17岁演到70岁吗 那芬是演什么角色了吧 他说还是 我就觉得演员这个职业 是用生命 本身的品质 用角色的名义 来完成自己 那你自己的品质中 不具备角色的时候 你不敢演 那演话剧呢 在话剧舞台上 他有时候是在 不断地重复当中 去锤炼演技 那对于演员来讲 会不会有一种 就是枯燥感啊 或者疲惫感 没有 没有 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像 像修行一样的 我们 重复排 排演的时候 比如隔了一年演出 我们肯定总 我们如果是一个 聪明的演员 或者是 你在进步的演员 他一定要反省 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空间 他一定想这个人 你这刷码太有经验了 对吧 我在空正考文部团的时候 做小品就是刷码 无事物 对啊 一下通过了 说这孩子有生活 这钱都没有码了 因为你 在黑龙江当知青的时候 刷了很多年的码 对吧 对对 不是当天你考空正 那个话剧团的时候 你怎么会选 这么一个小品呢 我考别的文部团也选这样 没考上嘛 考济南军区 考战友 考了好几个文部团 对 都没考上 最后考空正考上 但你这刷码这个小品 你自己编的 自己策划干嘛 那肯定自己编的 咱俩到这头来 让他枪着毛 好 让他把汗处处 过来 这边来 那我觉得你这小品 我还想着有高人指点 对吧 那考发机团刷码 这个是最有生活 而且跟你是最接近的 你高人指点就是我爸 在家里辅导 真的 对啊 孙明老师当时是肯定是给你指点 对啊 他不走后门 他也得帮我这门 那当时评委看你表演 当时他们是什么反应啊 对啊 有生活啊 谁 看见谁都没看过 人家做这小品 来 所以当演员 这个 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 才行 对吧 其实我跟年轻演员讲 到处都是生活 什么都是生活 就是你 你要作为一个演员 你要有一份心 时刻把任何看到的事情 感受到的时候 听到就往自己那儿挂 所以就是体验生活 有时候你真笨生活 你找不着 有脑子到处都是生活 你说呢 那起码也是啊 因为我记得你也说过 就是说 这个起手驾驭马 就像演员驾驭演技师 反正好像是那个道理 但是我们初学的时间 我练了十来年了 我还在做基本功语练 后来我就拿他 去想艺术的事情 所有所谓的艺术出问题了 你仔细想 基本功有问题 所以我就跟年轻的演员 去上课的时候讲 我就说 你们不要不重视基本功 基本功的时候 实际上是你进入到 肌肉记忆 潜意识 下意识 瞬间的 那运动员在腾空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理性思考 全都是 记忆和呼吸的控制 他就全都对了 那演员在台上 尽情地表演 哪有那么多 这个安排 那个安排 这个创意 那个创意 全都建立起一个 你的潜意识 肌肉记忆和情绪本身的 所以在舞台上 其实也是这样 很多细微之处的 这种情绪 把握和体验 对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刚才又点头表示赞同 那这条糊涂 从小到大 这应该走得无数遍了 对吧 计算不出来了 对 改变很大 但是其实真的不改变 树都 老树还在 树都在 那您当年有没有就是 错失的 觉得特别遗憾的这个角色 我想演知青 我就过时了 我没演过知青 自然形势都有了明显的好转 所以你特别想演这这样的 因为是我 所以说 我出道太晚了 二鸣 那现在比如 有没有喜欢那些年轻演员 一事无成 只说没记载 百姓有传说 哪个演员也得好 有关的喜欢 那就是好 这是个怪事 长四言 您不知道这位是马鸣 你所谓大气满情 满征性的演员 没成熟 成熟 成熟 就是演员 那我听说 阳光灿烂的日子 他拍的时候 好像也在这个胡同里取过警 说江王远 原来也在这个胡同里 对吧 但你们小时候不认识 不认 他比我小 将近十岁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 人到中年 暗得多三个太阳 温暖的阳光照耀了我们 你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突然感觉到 就是自己有那种 成名的感觉 我真的成名 就是英雄无悔是95年 95年 高天 高天 家喻户晓 这一定是高组长了 我们第一个专项斗争 就是要在全市 大刚旗鼓的打击 抢劫金项链和金手势 直到彻底扭转 南宾的治安现状 满大街全都放在重播 主旋律电视剧 当然我没得讲 但是我知道那时我是明星了 广告找你来 但是比如说 就是突然成名 然后又伴随着比如说 可能也相应的财富 人会不会飘 没有 我跟你说 我在仁义这儿不敢造次 这案子你都知道 人家最棒 你怎么敢 我不敢 就是这些市长都盯着你 那你怎么现在看 比如说很多年轻演员 人设崩塌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还是教育的问题 他在一个什么环境下 在一个什么环境下 就都什么人在帮他 他喜欢跟什么人交往 就是伙伴教育 你自己的审美 就是其实有一句话 时间哪去了 或者是你在哪 时间哪去了 你就用功在哪 这些孩子们 被影视公司签约 有人包装他 身后有好几个助理 还有保姆 他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 对吧 他就是你自己人与 人与群分 对 物以类聚 对 类聚 所以你要在乎自己在哪 所以那么多孩子 愿意到人意来 我们很高兴 但有些人 他是有明星梦 他有那个影视的那种梦想 去实现 你不适合在舞台工作 可以 我特别想告诉他们 是可以成为绝的 要让天高地远 就是你一个人在自然中间 你很渺小 你在这个历史长河上 你很渺小 这个东西是人生基本功能 这个照片墙应该是所有咱们仁义的这个经典的这个角色 老前辈都在这 包括当代的演员也有一些 余世芝老师 对吧 吕齐老师 对 然后苏敏老师 这里边你看这小片像 就是在这些老演员当中 有没有您的那个偶像 都是 都是 后边就是更年轻的演员了 对 可能有些时候 拍话剧可能钱也不多 那比影视剧那样差多了 那这些年轻人才现在怎么能 不是他还要在乎舞台 所以说我想明星也好 凤凰 环巢 这个舞台也接纳他们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有能力演员 可能并非出名 并非都是大款 但是我们让他们成为这个剧院的中间力量 随着我觉得提高他们的分配的制度 在我们需要机制上的一些改善 我希望 希望能够有变化 在这种越来越这种数字化虚拟化的时代 能面对面感受演员呼吸和情绪变化的这种艺术 它肯定是有艺术价值的 但是它不一定有票房 因为毕竟仁义它是属于 相当于整个中国画剧界的这种金字塔的顶端 也是属于这个画剧艺术的这种舒适区 很多二三线城市的这个画剧 可能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就它的艺术价值和票房并不一定 我就觉得就是两条 第一条我们得有好东西 有精品吧 你有好东西好一定有人看 这是第一 第二 社会进步 百姓生活的富裕 文化消费一定是它需求的 坚信这一条 现在所有好东西一定是满足的 但是我不提倡所有商业化和市场化 没有边际的那种票价 所以说我就觉得市场的竞争 它的平衡点和那杠杆是观众 那如果观众仅仅仅是奔着演员的名气来的呢 你比如说我 你娱乐的 比较商业的那种通俗的 你得让人有啊 但是你别埋怨人家 我在问我在干嘛 我弄 你说我是主旋律 你说我是主流文化 严肃艺术 你弄出好东西啊 你弄出好那人家就来的 现在疫情全世界的剧团全都在倒闭 然后演员去送外卖啊 什么演员去打草卫生的 有的是啊 对 中国国家把这匹演员养着 我们自己心里得知道 你不玩好东西 所以说疫情期间 我在我们的行业内我就说 赶紧修行 串着一层读书 练功 他不能闲着 话剧舞台 尤其是年轻的人才很难留住啊 但人各有命吧 很多很多演员 他适合拍影视 他就去 很多很多演员 他不适合拍影视 说影视那边机会少 他这边好好努力 就是舞台中间那个角 也一辈子风风光光 也没问题 你要都拿钱挣的多少 去选择人生的话 那太单一了 推荐一部 比如说中国的话剧 翻译成英文 给西方的观众看 您觉得哪一部最合适 我觉得像雷宇 像茶馆 我觉得还是李白 那还是茶馆 对对对对 我也觉得是 比较代表中国的一种 你们不担心 就被这种老北京的风味 老北京话 翻译成英文会失去很多的韵味 尤其是这种表达上和情感讲述上 可能更好的 更容易让他们接受 然后我们积极要传承给人 传承给他 就是正是这种能代表 就是曾经的中国 它比较是非常清典的一个 我觉得女友过要翻译的话 肯定是茶馆这样的拿手 1980年 茶馆赴西德 法国 瑞士的15个城市 成功演出25场 成为新中国首个走出国门的话剧 之后又赴日本 新加坡 美国等地巡演 被外国观众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 这之后 尽管中国话剧长到海外演出 却再难重现茶馆的影响力 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 加上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等挑战 中国话剧走出去 依然面临着不少困难 那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些传统 剧目像李白这样的 这种话剧 你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走向世界舞台 我在想这个 当代艺术的文化自信 我们哪个剧种 哪个文艺形式 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走向世界 因为我们中国的进步 繁荣和发展 已经到了文化消费的繁荣 的标志上 一定要消费 它和那个 慰问式的演出 打着快板 鼓动着战士们 往前冲锋的 那种演出是必要的 我们这要 要回头 五千年文化 我们要接通 横向全世界最 最优秀的文化 我们也要拿到自个这来 然后我们做对比 做这个传承 给当代的观众 看最好的东西 我们应该做好的作品 世界对话 而不输于别人的作品 你觉得什么样的作品 比如如果要是具体点说的话 从题材上讲 就是真正的 通往人性的 那个直通车的 那样的作品 深深深嵌入 人心灵当的 那个东西 是什么 人类的命运 情感 故事 这些东西 肯定是共同 就像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 对吧 那话剧 咱们的话剧 哪些 您觉得是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本质 现在如果说我们话剧就是曹先生 就是曹宇先生 曹宇先生的 所以今天您要当导演 来重拍雷宇 和以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首先是解读 我们发现了剧本中间 太多太多 我们没有顾及的空间 我们用心去 接近曹宇先生 三十年代的时候 在清华图书馆里的冲动 我们当代艺术 的这种开放式 然后解读能力 远远超过了三十年代 曹宇先生写剧本的时候 但是我们把它的内容 拿到今天去演绎的时候 我们有那么多的手段 是他完全想不到的手段 去解释他的故事 解释他这个人物 解释他人物的内心里面 那种上天入地的痛苦难 这人与咱们这么多经典作品 为什么你会选择重拍雷宇 没有选择其他的作品 真的是 我自己觉得我一辈子没演好 我演周平 我自己觉得 周平当时你演周平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演好 我那时候演那个 《英雄无悔》电视剧 有点出点名字吧 然后人家告诉我 观众在后子说 快看高局长跳窗户了 周平跳窗户和四奉优惠 那人家议论是 你是明星 就没把观众带入戏里去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我可能到了演周浦源的这个年纪 才能够理解周平这个角色了 对吧 错了位了 那是不是演员总会有这样的遗憾 对吧 对对对 你可能在会 必须得经过 会之即人数俱劳 我们那些老前辈们 我真的是敬重的老前辈们 他们真行的时候 他们垂垂老矣了 不能不感叹这种人生孤短 这种生命的旷位 任何一个人都有这种 都会遇到的 只要他志在千里 所以这个角度讲的话 表演有时候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所以说 对对对 所以说年轻的孩子们 光阴四线 要指正照系 我们一般理解 就话剧舞台很小 一般情况下 可能也就是百多平米 跟人生一辈子来讲 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不小 不小 因为我们脚 我是43号脚 你踩的面积就这么大 我干别的也不见得比这更合适 人家说影视你也能演 我跟人说的是老实话 第一 确实娱乐的那活 逗笑 讨人喜欢那事 我已经在这把岁数不用干了 我们实际上 9月10月 第二年的计划都公布了 影视全都是临时找你来的 下个月 没时间 真的没时间 所以谁 谁抢先把时间占住了 就是戏剧 在这个话剧舞台上 你准备演到什么时候 演到别人烦你了 你别再演了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身体上不行了 你现在的气力也不大够了 有的时候你知道 可能还有五年的好时光 仁义有我的金箍咒 就是你好好演戏 你不得躁刺 你跟演员 跟这剧院的工作人员 就是平等 你眼睛里要有平等的意识 所以说 在一个坑里头 你把根往下扎 你长出个大萝卜 你的修行就比别人更稳能一点 你上学是沿着这条胡同 走 然后最后上班的人 其实还是这条胡同 对吧 还是这条胡同 那这么多年 就在一个地方 会不会觉得 就是人生有局限 但是人都给认自己的那个 就位置感 包括动物 它有自己的领地 人有自己的故乡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要是说 没走上那个表演行业的话 可能现在会做什么 不可想象 好像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说这句话 好像是沉冲吧 还是表演拯救了我 这行拯救了我的命运 但只有表演 才是自己心意 正好空正考试通过了 一红令章冒灰一代 那个阳光灿烂 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 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以这个艺术 拯救了你 表演拯救了你 命运也选择了你 这一辈子 只能干这个 最后一根胡萝卜油 有你的新朋友 对 这是鲁店老师来刷这个 你看张急什么呀 别急嘛 对不对 胡萝卜多的是 这么好吃吗 不能一次吃太多 等一等待会儿 看在嘴里的 太不过算了